有好多人,所以就分批化妝了 其實7點開拍 然後我就第一批化妝了 你覺得要爆雷嗎? 要爆雷嗎? 因為今天晚上就看到了 對啊,今天晚上就播了 所以就播今天晚上的啊 我們今天早上拍完,晚上就播 然後就接愛的榮耀 三十號 三十號,今天三十號 明天晚上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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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進展會不會播 最後敗角色 對對對對 殺青的想法 我現在還沒有緩過來 其實有一點 殺青了嗎? 好像還有點在做夢的感覺 哭的還是笑的? 笑的笑的笑的 笑的 那扎青會有之後還有什麼 聽話? 喔 呃 12月9號就是還要弄那個演唱會啊 雲金跟艾成的演唱會 所以 嗯? 沒有 對啊 對啊 也不要太 也不要太鹹 也不要太鹹 可是你不用殺天中會要吃的那個嗎? 對 可是先弄好他的演唱會 先弄完他的演唱會 再Lexy 對啊 先把他辦完 那你覺得就是他 接聽你的演唱會 那個想法 就覺得他很勇敢 哈哈哈哈 沒有 他是我嗎? 他是我嗎?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他你願意接霸氣的演唱會 我的想法 就是我覺得他很勇敢啊 而且我也覺得他很 這樣 呃 我覺得蠻了不起的啦 願意 就是願意接這個 這個任務 因為其實不容易 因為可能一定會被拿來比較啊 或者是會覺得 會覺得 會覺得 呃 你 就是 你會有很多想法 就是 欸我可不可以啊 或是我該不該啊 這種 其實我都沒有想 喔真的喔 對 因為我其實 我聽大 我聽巴西語團的歌 我覺得都是很有正能量的 我很喜歡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 我在做我喜歡這時候的事情 我完全沒有想到任何人 所以這蠻符合我們當初 就是創團的初衷 我們當初是叫北七樂團嘛 對 就是傻傻的 傻人有傻人的意思 就不要想太多 去做就對了 對啊對啊 我覺得這也蠻符合 也蠻符人的心境 嗯是 對啊 而且那些我就 不會去看 不用去看 不會去看 就是 反正在台上嘛 就是唱好我的歌 嗯 其實我知道是他 我蠻高興的啦 因為我是我們兩個算救世嘛 嗯 然後我也知道他的聲音其實是 嗯 很高 然後其實蠻符合 就是四度總老師 製作的 對 樂風 對 蠻期待跟他有新的火花啦 應該這樣講 像剛剛那首歌 艾成當初在房間練到是爆血絲的 對 他眼睛整個爆血絲 對啊 所以你剛剛唱得好像也沒有很輕鬆 還可以啦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OK觀眾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好 什麼一組 還有什麼要問嗎 我 聊聊 就近況 喔 聊聊我近況 就看一下我的行事力 哈哈 兩週前 我今天要跟順利 全部都順利 我試過很多種方式 排解我的思念情緒 那那一次就是剛好 我想要跟著大家一起 請大家陪我的意思啦 對 然後剛好我也想跟大家講一下 12月9號的那個演唱會 因為我們都還沒有任何的宣傳 所以就想說 那就 除了號召大家 關注這個演唱會以外 然後也想讓大家陪伴我 對 因為我覺得 當你有一些 負面的啊 或是 所以我是說藍色的想念嘛 那天那個主播 主播 直播的主題 是藍色的想念 所以我就想 不想要隱藏自己 我覺得 你真實敞開 反而是 得到醫治的 方法 因為你一直 一直埋一直埋 反而會讓你一直陷入那個 無止境的底洞裡面 那你反而願意敞開 讓光進來 黑暗自然就退去了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 療癒自己的方式 好 OK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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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